各位錶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的豬仔 鏡頭前面就是 今天豬仔第三隻的推介 有些錶迷已經上來了 已經做了荔枝角 豬仔就趁著有個空隙幾分鐘 介紹今天第三隻的推介 這隻就是一隻CASIO的Vintage 講到CASIO 新價表已經出來了 已經公佈了8月最後那天加價 趁著還有幾天時間 豬仔介紹這隻CASIO Vintage 看看有沒有錶迷 和豬仔一樣喜歡復古的系列 還可以以一個舊的優惠價錢買得到 這隻CASIO Vintage 款 就是Digital加Analog 你看到它有跳字 六點位置跳字顯示 還有有指針顯示 就是一隻小錶盤 復古手錶很多時候都做了小錶盤 這隻錶盤還有 它做了樹脂的錶殼電腦 再加了不鏽鋼片帶 完全是一個復古的做法 再加上了懷舊的復古膠鏡面 指針顯示沒有秒針 而逆晶體顯示有秒針 右邊這個按鈕就是指針調教的按鈕 是一個短策來的 我試一下砍給大家看 我先用牙籤 貼地些 也不會砍花 按著它 你看看 你看看 你見到可以開始轉動 就是這樣調整 指針的時間 這個就是順時針方向教時間 就不能逆指针走 首先讲清楚 较时间是指针用这个按键 这两个按键又是什么呢 我们试试按一个 按上面这个按键 按一声的 转了8月26日星期六 即是今天 同时间可以看到时间和星期日曆 再加上AL AL就是闹钟的设定 再去就是两地时间 一只平价的Casio真的不能彈 居然还可以做到两地时间 你看到他跳字是一个时区的时间 而指针可以调一个地区的时间 甚至反转也可以 接着是stopwatch 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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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第一个版面 时分秒 如果要看这个 几月多少日 就是按多一下 就看到8月26星期六 这样的 好了 这个标就是一只复古的食鹰标 大概三至四年左右 需要更换电池一次的 这个标就没有做 看看先 有没有做灯制呢 没有做灯制的标 没有做灯制的 也没有夜光的 纯粹是一只复古的 怀旧手标 你看到这个壳形都很草 为什么呢 你看到它做了一个复古的胶镜之余 它做了一个方形的标盘 也都撇了角 每个角都是撇了角 拿完了 一个复古感很强 虽然它是一只平价的复古手标 但是一些手工都不合格 我自己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你看一下 那个胶镜做了凸镜车边 所以打側看有层次感 再加上标杆 刚才说过它撇了角 远这个胶镜面的位置 旁边都做了光身 炮光也有一些层次感 做了两层的layer 好了 这个标就做了 配合了这个钢片带 也没有做耳蓋 做了平脚 很贴手 戴上去会比较贴手一些 而且标带也是很方便 调节 你看到这里有个掩 就是有个箭嘴 你只要拿一只螺丝批 我试下拿一只螺丝批 插进去这里 踢起它 然后移前移后 按进去 就可以调教到标带了 另外一头 就是做了一个Casio的扣 也有个Casio的扣头 做了拉丝的不锈钢 好看标底 标底是一个陷入式的底盖 写着了sting steel Water Resist 生活防水 做了日本基心 中国组装 那样的 这些标有24小时和12小时 选择的 教时间的时候可以设定 还有全自动日历 2月就不用教大小月 28都适应 设定年份就可以了 全自动日历 好了 提前说过 三至四年左右 跟换电池一次 那猪仔 换电都是30元左右 30元左右 这些很便宜的电池 好了 这个标的尺寸 想和大家讲一讲 整个标的总重量 只是47g 而这个尺寸 都是跟回80年代的 復古手标 都是细装的 那我们看一下 那大家 橫度就30m左右 直径 而那个脖子 就是做了 30 38.8 对 那个厚度 就是8.2 对 那跟它的規格计算是差不多 试试拼上猪仔的手 猪仔14.8cm的手腕 整支标比较小 一支復古感的怀旧手标 挺有味道的 Digital加Analog 如果喜欢这支标的标迷 而且很贴手 看到吗 猪仔这么小 手都很贴手 戴上去 对 对 这个位置 还有戴上去很舒适 47g 好了 那猪仔推介 一支旧的Vintage款 新标 全新标 New Old Stock 好了 那这个标 暂时还是旧价 猪仔推介 198元 有完装合说明书 保用证 行货 198元 一个超值的价钱 一支Carsel Vintage款 如果你喜欢这些復古款 不论你拿来租 送给人 甚至乎自己带也好 都很有味道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标迷 记得给个赞一下猪仔 喜欢这支标 可以怎么买 猪仔有六个现货 可以WhatsApp给猪仔 在标题上 猪仔WhatsApp电话 WhatsApp给猪仔也可以 打给猪仔也可以 是一个白盘 银行的标带 是的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标迷 记得给个赞一下我 我需要你们的支持 如果你还没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点一下 你的支持就是猪仔最大的动力 一支Carsel Vintage款 198元 猪仔有六个现货 如果喜欢的标迷 就不要错过我的推介 记得给个赞一下猪仔 我们下集见 有标迷过来找猪仔 拜拜